4月19日,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 在成都东安湖体育公园火炬塔广场举行 这标志着成都大运会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冲刺 活动上,成都大运会官方服饰也正式亮相 成都大运会是继北京大运会、深圳大运会之后 中国内地第三次举办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 在成都大运会倒计时100天之际 北京、上海、深圳、重庆等地高校 以及部分国际知名高校相继主张活动迎接成都大运会的到来 当晚,成都大运会官方服饰正式发布 官方服饰由成都大运会官方合作伙伴特部独家提供支持和保障 包含组委会官员、嘉宾、工作人员、颁奖礼仪与生起手 裁判员、志愿者、场馆服务团队、大运村服务团队、赛事保障团队 及火炬传递人员等服饰 活动现场,成都大运会推广歌曲《梦的色彩》、城市的翅膀正式发布 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 向成都大运会公益推广大使石廷茂、邹凯颁发品书 希望通过今天这样的一个推广吧 然后让更多世界的人能够看到大运会来参与 也是为咱们国家的体育事业尽一分自己的力量吧 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军运动会倒计时100天 事实大会也于当日下午在成都举行 由志愿者、医疗团队、裁判员、技术官员、安全保障团队等 不同领域代表组成的12个事实大会方证 共500人参加大会 志愿者代表彭秋燕告诉记者 还有一百天的时间 自己会花更多时间学习志愿者服务知识 同时学习英文 向世界展现新时代中国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青春风采 我们的大运会终于要来了 我们非常的高兴 也非常的荣幸 能够参与到这次志愿服务当中 我们前期经过了数十场的培训 经过了无数的锻炼训练老师的指导 让我们非常有信心能够完成本次大运会的志愿服务的工作 我们总共有两万多名的大运会的志愿者 将会齐聚在我们这个成都市为大家服务 成都市民代表彭苏阳在事实大会现场表示 还有一百天大运会就要燃琴上演 作为两千一百万成都市民的一份子 自己将当好东道主 热情名嘉宾 用言行宣扬天补文化 为大运助力 我们的城市不仅有新修的大型公园 在家门口 新建改造的运动脚也在不断涌现 社区15分钟健身圈全面铺开 运动健身已经成为成都市民的一种习惯和生活方式 在这里我作为两千一百万成都市民的一份子 郑重承诺 大运有我 人人参与 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 当好东道主 热情迎嘉宾 用言行宣扬天府文化 为大运助力 用言行传递城市温暖 为大运增光 用言行成就青春梦想 为大运喝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